大家好来,咱们今天周末聊一些轻松的话题 咱们来说说布林肯要到中国来了 Joe Biden上任以后访问中国的美国的官员 可以说布林肯是级别最高的,是美国的国务卿 他宪法的第三号权力的人物,也是总统继承顺位的排第二位的人 但是在他前面有一个更重要的人,就是卡玛拉哈里斯 是我估计最希望拜登连任成功的一个女人 比他老婆还希望 布林肯这次过来,我是觉得咱们中国人有句话 朋友来了是美酒,豺狼来了是猎枪 那么布林肯过来的话,你说美酒还是猎枪 我觉得可能都不是 布林肯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给他一个笼子 保持距离,管控分歧 对吧,这次你看整个的华盛顿邮报也好 包括整个的BBC也罢吧 就是宾友华为首的西方的一些主流媒体 整个的调非常的低 还没来呢,已经把自己是可以说是姿态 已经放到地下室去了 就是说不可能有任何的收获 双方态度是异常的冰冷 只是出于管控分歧的角度 不要再有进一步的局势的冲突的可能性 什么的,只是说了一些等于什么都没说的话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也很简单吧 因为你看布林肯 他这次来之前 他整个的这个亚洲行吧 可以说是维持了他 自这个拜登组阁以来的 一贯的他的这个工作上的表现 就是无能 布林肯的工作能力 应该说是我见过的国务卿里面 排倒数第一名的 你不用跟基辛格这种级别的学者型的这种官员去比了 你哪怕你跟这个当年这个克林顿的这种什么赖斯什么的 当年的这种国务卿的整个的整个的这个内阁的这个水平啊 我觉得如果放到今天的话 美国确实要能够玩的这个余地就太多了 哪像今天你看不管是拜呃拜登也好 包括上一任的这个特朗普也好 那都是玩的是一些什么东西啊 没有一件事情是 对对自己国家利益来说是真正的长远的有利的啊 只会就是玩反中牌对吧 不停的制裁你 美国的话呢 你要知道他这个最近几年啊 不停的有一些这个新的牌啊 比如说他这个以前的话呢 这个比如说他每次要打这个打你的这个人权啊 打你的这个自由民主他都会说你的这个藏独 都会说你的这个港独啊打你的这个香港牌 那现在明显香港牌打不了了嘛 对吧 我们港版的国安法一颁布啊 香港牌就没了嘛 那么现在的话呢 你看比较明显的就是 呃反正我看到就是三张牌吧 一个呢就是打你的是这个呃你的这个新疆的强迫劳动啊 种族灭绝 因为这个呢 确实能够影响到你整个的这个戴河路的起源点啊 但是从这个俄乌战争以后啊 中国整个的这个手啊 伸到了以前伸不进去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没有这个经历了 而俄罗斯呢 脸又要看着中国来说话啊 所以你看中国的手啊 现在直接就是能够伸到中亚去了 不光是阿富汗啊 整个的这个五个斯坦 对吧 中级屋 这个铁路是怎么过去的呀 这不就是因为你美国人对吧 这惹得这个普京出手了吗 所以我才能把手伸过去啊 你知道以前的话伸不过去啊 有人说这个这个因为 一个这个意外的战争 那那伸过去不是很自然吗 我跟你说没那么简单的啊 你以为只有中国想伸吗 想伸的人多了 你比如说这个土耳其的爱尔托安 他也想伸呢 他也想去调停啊 包括这个马克龙 还记得吗 这个也想去谈 劝劝劝这个和平谈判 对吧 那个福晋 福晋是怎么接待他的一个桌子 玩玩 玩一个桌子 坐得那么老远啊 但也怪这个法国怎么怎么讲的 我是觉得 他呢做这个事情还是咖位呢 还是不够 而且呢他本身也摆不到正中间 你要调停的话呢 你就不能够偏向一边嘛 对吧 而且关键是你跟两个国家要都能说得上话啊 法国呢本身咖位就不够 而且呢这个还说要给乌克兰武器援助什么的啊 那这个俄罗斯人能爱看你吗 对吧 你一边说要跟我谈和平 一边说要给他给他武器啊 所以你看这次马克龙说 要来这个金砖的会议 对吧 他要来金砖的会议啊 我也挺意外的啊 而法国人现在是感觉好像 趁着这一波东风啊 能跟中国一块这个对吧 多卖一些他的他的国家的东西啊 抓紧时间要多卖一些东西啊 所以只要是中国主导的啊 任何的这种国际合作的形式 不管是经济啊 还是其他的啊 他都愿意来 然后他说要来金砖 但俄罗斯人说什么 俄罗斯那个大美女扎哈洛娃说什么 他说这个你就是特洛伊木马吧 啊 而且这个你搞搞清楚 对吧 Brix Brix B-R-I-C-S There's no fucking here啊 但是他这个是开玩笑了 No F here啊 没有你那个F啊 但其实呢 我是觉得啊 从中国的立场来讲啊 我们其实是乐于见到 你F加进来也没关系啊 因为 当然我觉得概率是不大了 以后的话呢 你说金砖上河一扩容 阿拉伯也要进来嘛 对吧 Arabic又来了一个A 那么前面又来了一个F啊 所以就不是Brix 是Fabric Fabric不就是你的这个丝绸丝绸了吗 那不就是符合你的这个思路了吗 对吧 那不整个就是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吗 那就那就更符合了啊 但是我估计 美国人不爱看啊 听说你马克龙 你这个够了吧 你已经说了什么战略自主了 现在整个你看 你不要忘了你是什么身份啊 你为了这个说几句好话 为了赚钱 可以理解啊 但是不要忘了你是什么身份啊 你简直就要跟这个习近平睡到一块去了啊 拜登心里面就是就是这样想的啊 当然我是觉得法国的这个姿态啊 其实中国也是很需要的啊 因为你看全世界的国家几乎吧 美国的那些盟友或者是受制于美国的那些这个小的那些没有发言权的那些国家啊 他就是就是全是反中排对吧 全是那种就是跟着美国一块的这个反华啊 只要一反华他就能选上去对吧 包括你看就就是台湾的这个竞选也是一样 原来柯温哲感觉还还是一个理性的人对吧 最近的这不就是这个话就来了吗 也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啊 但是唯一呢 你看有一个例外就是法国人 法国人呢 他打的是挺中的牌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他打的是不听美国的话 他在国内就能够稳住他的基本盘啊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对中国是个好事情啊 但是对俄罗斯就不一样 因为俄罗斯他不喜欢你啊 所以我觉得金砖呢 最后可能还是来不了啊 但是长远来看吧 我是觉得金砖上河一定是要扩容的啊 Fabriks其实听上去也更好听嘛 不说这个说回来啊 刚才这个说了 美国其实他现在手里面抽中国嘴巴的牌换了 对吧 一个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新疆强迫劳动种族灭绝 一个呢 就是说强迫的不停的洗脑 说什么 你中国军事是全球的威胁 现在这个声音是越来越响了吧 为什么呢 美国人他有个习惯 他越是怕的事情啊 他越是经常要挂在嘴边 最怕的是什么呀 就是你跟俄罗斯结盟 但是他天天炒作你已经结盟了 对吧 你不停的炒作已经结盟 所以呢 有时这个就是胡说八道那些话新闻里面放的太多了 中国有时也不得不出来稍微澄清那么几句 对吧 尽管呢 我们外交的一贯的这个态度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我也不会根据你的这个胡说八道 我每次都来配合你啊 但是你是在叫的太难听的话呢 我也不得不出来说几句对吧 这个是中国的态度啊 但是问题是啊 你要知道为什么我说美国说这个话呢 其实是这个他故意要打的一张牌呢 因为什么叫北约大家知道吗 美国人现在手伸到全世界就两个东西 一个是他自己的这个军力 对吧 一个就北约 北约是什么东西知道吗 北约就是二战留下的那一堆装备啊 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啊 什么你包括甚至于这个土耳其啊 这个北约里面唯一的一个穆斯林国家 就是当年打下的那点装备 包括那个军队的编制 当然后来又捡人了 那你剩下的那么多东西怎么办呢 那索性就搞个北约吧 咱们就是形成北约对吧 对抗当时的这个华约 现在华约早就不知道哪去了 北约的话他依然还在啊 所以有的时候啊 就是咱们就是很客观的 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你不得不佩服 昂萨人这个 他这个玩弄全世界啊 这个殖民全世界的这种手腕啊 人家设计这个东西早就是几 早遭的就是几十年几百年的那种功力啊 比如说你说这个最近 布林肯现在飞机还在天上飞呢 还没有这个199北京呢 但是有一架飞机先来了 一个美国人的飞机先来了 谁啊 盖茨啊 比尔盖茨 他到中国来 而且你发现的之前 马斯克来北京 我们整个的接待的这个规格就很高了 又是商务部长啊 又是这个工信部长啊 对吧 虽然说原先的想见李强 因为原来在上海的话 跟李强是经常见啊 但现在的话呢 这个显然就没那么简单了嘛 因为李强现在是 是国务院总理了 事情更多了 那么见了这个工信部长 见了这个商务部长啊 应该说整个的接待的规格也很高啊 但是呢 和这个盖茨还是不一样 因为比如Gates的话呢 反正我印象里 每次中国任何的这个地震 洪水 各种各样的这种天灾人祸啊 反正我印象里 比尔盖茨是一直捐钱的 远的不说 你说近的就是这个新冠 一开始就是500万 然后呢 后面说再承诺追加一个亿 我看了一下这个网上的资料 他的这个一个亿啊 基本上也是落实了 捐给了很多的一些这个institution 基本上也是落实了 他不像国内的有些 明星也好 你说企业家也好 他捐钱就是用一张嘴在捐啊 捐到最后的话呢 没钱 Bill Gates确实是说到做到了啊 有人说啊 他这个慈善 他这个donation啊 你别看啊 就是为了减税这个减税那个啊 那我跟你说 说句实在的啊 你如果是世界首富的话 因为人家曾经长达20多年嘛 对吧 世界首富啊 如果你是世界首富的话 你想想你会怎么花你的钱 你敢说你做的比他还好吗 反正我是觉得啊 咱们每个人就是摸着良心啊 你问问你自己啊 反正我是觉得Bill Gates做的是不错的啊 然后呢 这个显然他和马斯克就不一样 马斯克是个商人 对吧 他是逐利的啊 而且又有跟军方合作的背景 比尔盖茨的话呢 他明面上的身份 微软的前总裁啊 但是 其实深不可测的这个身份啊 500强里面很多的公司啊 你难以想象 他很多都是股东啊 这个就咱们就不说了啊 因为我一直说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世界的真相 世界的真相 就是500强公司那些名单 这个名单能解释很多国际政治上 你看不懂的事情啊 你说到最后 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 就是money 所有国家跟国家之间发生的事情 都是钱 就是钱 钱能改变事情 钱也能改变你 你对一个国家的态度 不说这个 咱们说回来啊 比尔盖茨来了呢 这个已经是跟习近平啊 已经聊得挺开心啊 而且这个 他跟这个 比如他跟这个 这个不管是老特的这个对华强硬 包括现在这个民主党 拜登的这个对华强硬那套 其实比尔盖茨一直是态度是不太一样的 他是不太赞成长期的对中国的这种打压 不要用政治干预他的商业 你既然说你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嘛 对吧 你是要用这个自由的这个秩序来控制 你为什么你要说一套做一套呢 而且最终呢 说句实话也压不住 又不利于你自己国家的这个某个行业的发展 比如说很明显你发现空间站 对吧 那现在已经是落了下风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当时也是一样是打压你嘛 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 然后呢 这个美国啊 咱们再接着往下说 他呢 其实还有一个这个一个东西啊 就是凭空制造筹码 我一直说他这个最喜欢做的事情啊 就是为了要和你谈判 他呢 有时候故意要升级制造出一些这个事端 比如说相会的时候啊 他就故意要有一个RC135对吧 过来侦查你 底镜侦查 包括故意啊 派了两个船 一个加拿大的船 一个他的这个中营舰 穿一个台海 没想到的呢 是咱们从今年开始啊 不再忍耐了啊 今年开始动作开始明显大了啊 我估计以后会越来越大啊 说不定真的有哪一天 就是会有这种 这个局部的这种擦枪走火的事情 真的不一定啊 不一定会有这个开枪的 开炮的这种事件 但是 比如说你发生这个撞箭啊 撞击啊 这种事情是有可能的啊 这个事情只要没开火 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事故啊 你就等于是后续有一个缓冲的 双方有一个余地啊 有可能的啊 不是好事情啊 不是好事情 所以布林肯过来的话呢 我觉得也没有别的作用啊 可能也就是只有这个作用啊 但是你说美国为什么一再的 这个把中国说成是全世界的什么军事的威胁啊 其实说白了啊 这个就是他洗脑的一种 惯用的一种伎俩 全世界第一的这个空优的实力是谁啊 当然是美国的空军嘛 对吧 第二是谁啊 是美国海军啊 你可能不知道第三的是谁啊 是中国吗 错了 第三的还是美国的陆军啊 他的陆军有四千四千大概五百架飞机啊 各种类型不同种类的 比如说刚过来的那个RC135 你去看一下那个照片 那个飞机浑身全是天线 全是雷达 就是那么个东西啊 里面能够做四十多个人 当场就是能够一溜的这个做开以后是 收集数据分析的 传到他的这个总部去 所以说美国人的这个 他其实从来不会告诉你 他自己是个什么情况吗 对吧 比如说他海军十艘航母 打遍天下无敌手吧 对吧 我不知道这个宇宙上 还有没有其他国家的海军 能够跟美国人能够交交手 地球上反正我觉得不可能有人能 能跟他交手了吧 他老是炒作你中国的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呢 你看不停的把这个军演放在你的周边 印度洋也在搞对吧 北约在德国起了头也在搞欧洲的 韩国也在搞这个军演 都是大演练啊 尤其你说印度这个更搞笑了 这就为什么这期节目在周末呢 就是大家轻松一下嘛 他自己那个 自己那个四万吨的自己造的一个船也开出来 而且两个大光板对吧 光溜溜的 那甲板赠名画亮啊 刷了七了还还是怎么打了蜡了呢 照着他原来的设计 他的这个那艘乌克兰买来的那艘 就是跟咱们辽宁舰有些像的 那艘这个船的话呢 应该是米格29的这个舰载机 虽然说已经过时了吧 对吧 米格29的话呢 你这个怎么讲呢 也算是一个这个四代机吧 虽然说已经是过时了 但你这个飞机到现在其实也是没有啊 你就两个这个大光板的这个船 更不要说自己那个自己造的四万吨 那个吓死人的那个航母啊 以前以前这个六个锅炉炸掉五个的那个航母 最后还找了一个拖船 拖回去的啊 印度的这个这个 咱们就咱们就不说他的这个工业能力了啊 光是他的这个做法我就觉得就是实在是你想不笑都不行 哪有人这是两个航母什么一块演练 一块出来一块回去的 对吧 都是一个一个船屋进去要保养 要要要整肃 然后然后再怎么再出来 两个一块出来一块回去 所以说呢 我是觉得这个怎么讲 美国人啊为了打压中国 也是用尽了各种方法 这个找到找到一个印度呢 就拼命的吹他啊 而印度人的话呢 就是又特别听得进去 对吧 特别喜欢听的东西啊 再往后的话呢 我是觉得像这种这个双方啊 这个军事上的这种动作会越来越大 因为美国现在呢 基本上我以前就说了嘛 他真正的这个优势 其实也就是只有军事上啊 我估计如果这次布林肯 他聊不出什么花的话呢 这个后面耶伦可能也就没戏了 因为基本上 比较有用的就是 就是你的外长和财长嘛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总统相互的这个见面啊 拜登 不可能跟习近平有其他的机会了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 就是在外面开会的时候啊 就是见一面嘛 现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 每年反正见一次还是需要的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也是需要的啊 会不会买国债呢 我觉得这个也不重要了啊 因为长远来看的话 肯定是减持的啊 你说这个零食有没有可能增持呢 如果你说要为了缓解这个出口的啊 一些压力或怎么样的 也不是没有可能吧 但是问题是呢 这个你看美国这种 现在呃可以说 因为他他这个说一套做一套的这个太多了啊 完全是让中国是失去了耐心啊 已经对美国的这种做法呢 已经感到厌恶了啊 从民间的这种声音啊 应该说已经 已经是比较的明显啊 相比以前的话呢 我发现最近几年啊 这个讨厌美国的人越来越多啊 然后对美国的很多的一些这个 这个习以为常的 包括他的这个电影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也开始啊 逐渐有些排斥啊 但是改不了的还是喝星巴克 对吧 还是要吃这肯德基麦当劳啊 这个东西我估计还是改不了 先不说这个吧 呃 其实你可以看到 每年呢 这个美国只要一发国债啊 他一定会增加一些对中国强硬的手段啊 比如说这个呃 几天前吧 刚是又增加了这个31家吧 好像 这个制裁中国的这个企业的名单啊 增加到他的这黑名单上面啊 然后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在和你聊这个国债的时候啊 他能够跟你说 你看我发了国债啊 你有些这个企业我可以帮你拿掉啊 那么你就买我的国债就好了啊 但我估计应该没洗啊 首先呢 这个事情也不是 也不是说这个外交部长 或者是商务部长能拍得了版的啊 能拍版的人的话呢 我估计他也见不到啊 呃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我是觉得啊 你就是为了和拜登的这个见面啊 你说有一个这个正常的 有一个国务卿的这种啊 这个先先的见面的这种 也是可以啊 也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 秦刚建议下差不多了吧 习近平 可能不会 不会见他啊 我觉得中国还是需要有些姿态啊 没有必要 就是在这种时候 呃 还是维持以前的那一套 对吧 咱们就毕竟是一个这个大国啊 要维持这种礼仪之邦啊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啊 跟昂萨打交道 千万不要太太讲究中国人的那套东西啊 好吧 基本上我觉得就这样吧 然后那个关于特朗普大选的这个事情呢 我再说几句吧 特朗普大选呢 我是觉得啊 呃 他最近不是那个被刑事诉讼了吗 有一个这个诉讼啊 这个和之前那个妓女告他的那个案子啊 不一样 用之前那个是民事的一个官司啊 这个是刑事的刑事的诉讼 而且是我看好像是长达49项的指控啊 最最长的话呢 500年对吧 监禁 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好像特朗普要坐牢500年 甚至我看到有些中文媒体都已经把这标题都放出来了啊 我觉得不可能的 大家千万就这种新闻千万不要看中文的媒体 你去看看所有的英语媒体是怎么说的 不要看中文媒体 第一个我就跟你说啊 美国这种官司打起来呀 旷日持久 最快的有可能要审理这个案子 也要到今年11月份啊 而且英语里面强调那个词是could 就是他可以有这个机会去做 并不代表他11月份就一定会做 could 然后呢 其实之前我在社区里面讲得很清楚了 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 最明显的就是如果老特能在共和党的这个竞选里面胜出啊 代表共和党来参加这个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 那我觉得他赢这个拜登的概率啊 超级大啊 别的不说啊 很多的这个支持者也罢啊 拜登上任以来两年多摔的也差不多了吧 这每每个月都要摔那么几跤啊 说句实话 形象也是够差的了 所以说呢 这个老特如果上任以后 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报仇学恨啊 你看当年老特跟希拉里竞选的时候 希拉里也是有个邮件门 对吧 其实也可以把他往牢里面送啊 但最后呢 也是手下留情了 哎 你拜登现在民主党还用这套东西来搞我 好啊 可以啊 咱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只要他上任第一件事情大赦 免于起诉 对吧 破天荒 他总统啊 最高行政权可以这样做的啊 第二件事情就是 咱们君子报仇啊 我马上就来啊 你这个亨特拜登 你那些黑材料的事情还不够多吗 最新的一个花边啊 但我估计是假的啊 说亨特拜登 跟这个布林肯的老婆啊 两个人好像经常打扑克牌啊 这个消息反正我觉得应该是假的吧 应该不是一个真的 但亨特拜登 确实这个比老特玩的那些东西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如果真的要立这个调查组的话呢 那我觉得应该说啊 也够拜登喝一壶的啊 包括说呢 这个你看现在审理啊 就是特朗普这个 他泄露国家机密这个案子的大法官啊 矮令 你猜猜谁任命的呀 还记得老特在任内放进去三个大法官吗 对吧 就是有矮令啊 所以说呢 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懂了 那最后这个整个的一个下场是什么 对吧 我是觉得呢 这个Joe Biden啊 他有一件事情做错了 不该对特朗普穷追猛打 吃相呢 咱们就中国人说话 吃相有点太难看了 你毕竟来讲的话呢 你这个政党之间的这个选举啊 还是要以实施 你的这个实际表现 来这个说服大家 而不是互相的检举揭发挖黑材料啊 这个东西的话呢 因为选如果每次都是这样选举啊 说句实话太差劲了啊 我作为一个这个 作为一个这个 这个不是美国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 我看着这个东西我都替他们着急啊 每次都是挖黑材料 他现在已经陷入一种文革式的一种这个国家气氛里面了 对吧 你像连弗洛里达这个替着光头的那种人 他都不希望特朗普能够选上去 所以你就知道啊 这个民主党 我是觉得 他起码是这件事情啊 做的是有问题的 不应该是对老特那样去赶尽杀绝啊 包括整个的这个 你看十二个这个陪审团啊 只要有一个人不通过的话呢 那这个审议的过程也会很很长 包括你的这个起诉的这个证据啊 有没有瑕疵啊 具体我就不说了啊 老特的这个所谓的将有可能面临五百年的监禁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讲法 不管怎么讲 不可能把以前的国家领导人往牢里面送的吧 你想想也知道了 只是用这个东西来打压他 不让他出头 但是我觉得未必能成功吧 但是最后到底怎么样的话呢 咱们就接着看吧 布林肯访华不访华呢 其实说句实话也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啊 唯一值得看的就是 他这个Wenn Night in Beijing啊 到底习近平会不会和他聊啊 因为秦刚和他聊的那些东西 我已经已经没聊 我就知道他们要聊什么了啊 什么都聊不出来啊 坦诚的这个全面的交流就吵翻了嘛 建设性的意见啊 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对吧 所以说呢 就整个的这次 基本上 我觉得不要抱太大希望吧 好吧 估计大家应该也知道啊 好吧 欢迎大家看完一会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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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